台新夢想家Anton Tucker 本季場均能攪出25.2分 6.6籃板 4.3助攻的狂猛表現 其中他的平均得分高距聯盟第二 場均還能砍進將近四季三分球 猶如教科書等級的身手 讓他有著塔克老師的外號 但是每每遇到富邦勇士隊 Tucker 的表現總會下滑不少 場均得分下降到只剩下11.3分 投籃命中率也大幅下滑到僅剩25% 究竟富邦勇士是如何限制住Tucker 的發揮呢 就讓我透過本集影片告訴你 首先Tucker 老師為何難受 我自己整理出境的關鍵 第一 64吋的身高 在亞洲籃彈出高空位的身材 對於絕大多數的台灣1號球員 他都具有身材上的優勢 無論在投籃還是切入 防守球員其實都很難對他造成威脅 第二點 Tucker 其實在爆發力上不算是特別出色 但是他打球的節奏感非常好 很擅長透過節奏的變換 甚至是方向的轉換來擺脫防守球員 如果沒有特別去針對他打球的方式去研究 其實很難去抓到他的節奏 第三 Tucker 基本上就是一個自走砲 他能夠在任何位置出手 只要防守球員一個不留神 被他抓到一個小小的空檔 他就立馬可以拔起來出手了 所以到底要如何能夠有效限制住Tucker 的發揮呢 第一點 我認為必須要找到身材接近的球員來做看守 第二點 也就是本集影片的重點 必須要能夠掌握住Tucker打球的關係 以及如何來守住夢想家的PKRO 行蹤在面對到PKRO時 防守球員該如何應對 這將是我認為能夠限制住Tucker 的最大關鍵 我整理出各隊球員在防守Tucker 的片段 特別是在面對到PKRO時 你就會看到為什麼髒中線能夠讓Tucker幾乎沒有出手機會 而其他隊的防守球員總會讓Tucker 能夠找到空檔 首先面對到PKRO要採取何種防守策略 這取決於持球者的進攻特色 以Tucker 來說 他在三分線外有極大的殺傷力 所以勇士採用的策略並不是switch 而是讓大個子先秀出來 然後張中線去做跟防的動作 以這個play為例 Hicks 在中圈附近設了一個掩護給Tucker 這時原本看守Hicks的檸夢雪直接秀出來守Tucker 等到張中線歸位後 他才回去找自己原本的防守球員 同時落邊的剪尾如也是一直在觀察 如果Tucker 將球分給了Hicks 他會直接過去幫檸夢雪混防 但顯然Tucker 並沒有做出這樣的判斷 而這個空檔的機會也就消失了 接下來這球也是 賽瑟夫直接拋棄原本的譚傑榮過來補B牌 甚至你都可以看到新特利也跑過來幫忙 都可以知道富邦勇是防守的策略 就是抓大放小 就是不讓你Tucker 如果有機會施整開來 但這球其實夢想家也跑了一個很漂亮的西班牙檔拆 譚傑榮幫Tucker設立第一個掩護後 楊靜銘馬上再設一個up screen給譚傑榮 讓他能夠下滑到遊戲區 這時楊靜銘獲得了一個wide open的機會 甚至大隊角的Hicks也因為增翔軍去協防譚傑榮 也有一個大空檔 不過很可惜Tucker未能發現 接下來則是面對到Pick and Roll時 張中線的幾個非常細微的防守動作 首先 張中線無論何時一直都在注意他身後 甚至會有掩護者 請在掩護正式設立前 他能夠做出非常迅速的判斷 大家可以注意他髋關節非常的勉強 有一個非常輕鬆的旋轉動作 讓他在面對到大個子的掩護時 並不會浪費多餘的力氣 甚至是跟掩護者有過多的積極接觸 對於Tucker這種等級的進攻者 只要給他一絲絲的空間跟時間 他就有辦法找到機會 而副方有事之所以能夠讓Tucker那麼的不舒服 我認為除了在先前我所講的 防守策略設定上很明確之外 張中線在防守Pick and Roll時的技巧 也是重要關鍵之一 接下來只是其他隊在防守Tucker的片段 成立換在這兩個play當中 雖然一直有在注意身後的李德薇 但是他在防守時出現了兩個小問題 第一 通常面對到持球者是射手的PMR 應該要跟著他移動的方向來移動 而他反而繞過就花了多餘的時間 第二 Tucker做了一個In and Out的假動作 往反方向移動 成立換在第一時間未能跟上 這讓李德薇能夠輕鬆幫Tucker 製造出一個空檔投擲機會 接下來這個play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防守球員必須要對掩護者什麼時候會上來 要有警覺性 而關達佑這球雖然防守得很認真 但完全沒注意身後即將到來的掩護者 一個掩護上來就完全被卡在身後 加上成冠軍斜防的意識和速度也不夠 就給Tucker一個投籃的機會 當然 張宗憲也不可能每顆球都守得100分 以這個play為例 夢想家為Tucker設立了兩個掩護 才終於為Tucker創造出一個投籃機會 但Tucker光要擺脫張宗憲的防守 就花了不少的體力 最後這顆球也未能命中 這也足以說明張宗憲的防守是有多麼的難纏 讓Tucker也必須花費很多體力才能夠跑出這個空檔 對夢想家來說 Tucker無疑是他們進攻的核心 只要能夠切斷他與隊友的連結 限制住他的發揮 就能夠增添勝算 我在上一支影片 父方有視為何如此難以害動 就提到過 在今年各隊都有小洋將的情況下 張宗憲就是許種手中能夠對抗他們的王牌 今年張宗憲不只進攻端更上層樓 防守端的能力更是不容忽視 未來各位在觀看球賽時 也不妨可以注意這些細節 我是Andy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幫我按讚、分享、訂閱 如果有想要看到我分析 或者是講解哪些主題的影片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